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七一一章书法的意境 这幅画本来也不错 但是比起字的境界来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众人心里不约而同地涌出这么一个念头 如果没有这幅画 但是这几个字 绝对是大师祖的档次 这几个字 比这幅画好多了 因为这幅画的神韵 比这几个字差无了 所以看起来 有些格格不入 因为画的缘故 所以 让这幅字的档次下降了不少 人人的心里都有些惋惜 叶连成的脸色 微微一变 他懂书法 不难看出来这里面的端倪来 他本想在叶浩轩跟前 瞎拜瞎拜 顺道讨好下老太爷 可是没有想到叶浩轩 不动声色地给了他一巴掌 而且老太爷看向叶浩轩的目光都带着赞许 这次算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 呵呵 堂弟的自果真是大师级的水平 我自愧不如 大家吃饭 吃饭 叶连成干巴巴地笑了笑 然后便坐下 一顿饭就这样过去了 老太爷的体力不支 毕竟人已经上了年纪了 吃完饭以后 他便在众人的护送下 回到了京城疗养院 饭后 大多数的人已经混了脸熟了 所以就告辞离开 只是有几个叶浩轩表孤辈的表情 还为这刘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叶庆辰本想为刘云补上一次婚礼 但是被刘云拒绝了 因为毕竟当年杨家和叶家 因为联姻的事情有些过节 两家死掐了不少年 现在好不容易消停了 如果再举行婚礼 估计又会让杨家和夏嫁到李家的杨书华 有不好的想法 所以打算领了证就算了 豪门是非多 尤其是像叶家这样的顶级世家 里面的战斗更是硝烟四起 刚一吃完饭 便有几个不知道 跟叶庆辰扯了多远的表情 便围着刘云问长问短了起来 妹子 你跟庆辰不打算举办一次婚礼吗 有一个自称叶庆辰表姐的中年妇女问道 不了 都这岁数了 没必要了 刘云浅浅地笑道 那怎么行呢 可 女人一辈子就这一两次 妹妹这样是委屈自己啊 中年女人夸张地说不过 我很佩服妹妹的毅力 几十年如一日地领着浩轩这孩子 真的苦了你了 如果是我 早就找人嫁了 落落 这可是现代版的王宝钗啊 女人的话一落 周边的一些和叶庆辰同辈的表情们 不约而同地看向刘云 那目光中多多少少有些鄙夷 是啊 话说那个年代的女人应该保守点吧 妹子这么做 可真的有些胆大啊 刘云的双眼骤然变冷 她知道这些旁戏们 这是在伴自己的难看 现在除了叶浩轩外 大多数的男人都走了 所以这些女人是在给她下把威 况且刘云的出身 让这些大家出身的表情们所不齿 婚礼只是个形式 给你举办过一百次婚礼 也经不起一个男人 能为你单身二十多年 表姐 你孩子被前夫抚养着的吧 刘云淡淡地说 那老女人脸上的比一阿然而止 她的表情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看 不错 她是离过婚 而且当初为了追求浪漫 她还特意要求了她前夫环球旅行 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举行一次婚礼 不过最后还是离了婚了 刘云这一记耳光响亮而又有力 让她瞬间闭了嘴 在一边的叶浩轩这才放下心来 其实她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适应不了这豪门的生活 怕她在这里吃亏了 一入豪门深入水 里面的斗争 一般人还真的受不了 不过现在看来 叶浩轩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她母亲 并不是那些没有见识的农村女人 相反 她的性格睿智大气 气质非凡 颇有一家主母的风范 相反 那些趾高气昂的表情在她的跟前 就像是一些跳来跳去的小丑一样 想来也是 能被叶庆辰看上的女人 又岂是一些成天只知道 八卦吃醋的老女人 可比的 听了刘云的反击 那个自称是表姐的女人 像是吃了一只苍蝇一般的恶心 她想反驳 但是刘云说的话 却是事实 而且那笑盈盈的样子 就像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 让人根本无从反驳 她只得跟着干笑几声 然后识趣的闭上了嘴 洛洛 姐姐 讲讲当年 你跟我表哥的事情吧 嗯 记得你和我表哥认识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吧 那个时候刚建国没多久 人们的思想比较封建 洛洛 姐姐和我表兄私定终身 思想可真是前卫啊 另外一个女人眼嘴娇笑道 毫不掩饰地讽刺道 刘云的神色上 并没有显露出任何不悦之处 她淡淡地说陈年就是了 不提也罢 要提 要提的 我们都很想知道姐姐和我表哥当年的风流运势 那女人不依不挠地说 呵呵 妹妹真的想知道 刘云反问道 那是当然 那女人笑道 那妹妹不妨先说说当年自己有过多少个男人 我是乡下人 不比你们豪门世家的女人开放 呵呵 我很想知道你同时跟几个男人交往过 别说没有 我不信 刘云淡淡地说 那个女人的神色一致 瞬间便败下阵来 其实豪门深归怨妇的生活大家其实都懂 这些阔泰们大多都在一些私人会所里面有会员资格 平时一些社交场合上 看到顺眼的男人就约几次也无可厚非 其实这个圈子里的生活大家都懂 只是没人像刘云那样光明 郑大理说出来罢了 几个老女人面面相去 她们原本想跟这个突然杀进豪门的女人一点颜色瞧瞧 杀杀她的威风 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女人虽然是农村来的 但是睿智大气 不管是从谈吐上还是从气质上 都吻压她们一头 跟刘云比起来 她们的身份好像是倒过来了 好像刘云是豪门中出来的大家闺秀 而她们只是乡下来的一群土狗野鸡 几个女人相视了一眼 然后相互失了个眼色 不行 她们不能这样败下阵来 要是让外人知道她们这些阔泰 连一个外来户都压制不了 那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这个时候一个身材颇为风鱼的女人走上前笑盈盈的说 云云啊 我们都是自家人了 这些年你母子在外面可是受了不少的苦 我是庆辰的二表姐 这些年她单这身 大家心里都不好过 呵呵 老天总算是对她不错 让你回到她的身边 而且又把儿子养了这么大 我们也为她高兴 不过庆辰对于这件事情上做得有些草率了点 叶家门风严谨 就算浩轩是她亲生儿子 但也要经过鉴定之后才能确定啊 毕竟 现在领着别人的肿乱认清的人多了去了 庆辰也不能亏啊 叶浩轩和刘云的脸色骤然变冷 这个女人的话已经说得很明了 意思就是你们回来还没有经过鉴定 是不是叶家的肿还两说呢 刘云还尚未说话 叶浩轩已经走上前来 她淡淡的笑道 不好意思 我该怎么称呼你 我是你爸的表姐 按辈分 你应该叫我表姑母 风鱼的女人笑盈盈的说 表姑母是吧 叶浩轩点点头 她突然走上前去 重重的一巴掌甩了过去 啪 一声响亮的耳光响起 那风鱼的老女人被叶浩轩这一巴掌抽出了两米远 她一声惨叫 扑到了一张桌椅 半边脸上马上出现了红肿 老女人捂着脸吐出了几口血水 里面还混杂这几颗牙齿 她爹坐在地上 不敢相信的看着叶浩轩 然后尖叫道你 你敢打我 你这个小野种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女人这一声尖叫 当时把客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众人的神色一致 马上不动声色地围了过来 一幅看热闹的表情 其实对于叶浩轩的身份 大多数的人不认同 毕竟叶家是豪门世家 不能随随便便地乱认身份 但是奈何叶老太爷和家主力挺叶浩轩 所以大多数人不敢说什么 但是总有没眼光不知死活的人 撞到枪口上去 一些人幸灾乐祸地看着那老女人 要看着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你在质疑我的身份 叶浩轩冷冷地走上前 一只脚踩在一张椅子上问道 我就是质疑你的身份 我还质疑你妈当年偷男人了 所以才生出来你这个小杂种 姓刘的 你的野种儿子敢当面打人 这种野蛮人 怎么可能是我叶家的种 我强烈要求艳 风鱼的老女人尖叫道 我管教儿子 自然有我管理的理由 不过你这张嘴 似乎真的该打了 儿子 继续抽 刘云冷冷地说 其实刘云的性格比较柔弱 如果是在平时 绝对不会大动干火 但是这个女人的嘴真的太臭了 况且她出来叶家 又是农村出身 如果第一天被这些人压一头 那她日后在叶家的日子将会很难过 所以她毕竟拿出灵力强势的一面来 好脸 叶浩轩走上前 冷冷地注视 这那自称表姑妈的女人 淡淡地说 自抽耳光 还是我上前代劳 好 好 感谢观看